西蘭怒咬台灣鐵皮疙瘩有夠丟臉 這輩子沒去過這麼潮汁 欸我覺得這個選得很好耶 他這個是傳載RD英文的節目 這是translation error It's such a shame 不是有夠丟臉 是很可惜的意思 這完全是造謠了程度 但是他也有一個 excuse 說 他可能可以說我英文不好 那你不要錯記者了 那你不要這麼寫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阿滴 這支影片是我邀請西蘭來到我的頻道 跟我一起討論我們彼此友喪的新聞 以及媒體試讀 那現在會補拍這個開頭的原因是因為 西蘭來拍攝的日期是10月30號 那時候拍完之後他就問我說 欸阿滴你這個影片什麼時候會上線 那因為我都是一個做很遠規劃的人 所以10月30號拍攝的這支影片 當時候排成是在12月左右上線 然後那時候西蘭就跟我說 欸還有一個多月 感覺在這個期間當中 可能會有更多的新聞素材 可以讓我們來討論 然後我回答 應該不會吧 這才一個多月而已 嗯 好 所以這是一個前情提要 因為影片是10月30號拍攝的 所以11月所發生的所有新聞 都沒有涵蓋在這支影片的討論範圍內 那這支影片可能會比較長 但是我覺得內容很值得好好吸收 那接下來會進入一段廣告時間 那結束之後就會是我跟西蘭 當時候所進行的討論 追創者來我這邊拍攝 都會要求我可以煮牛肉麵給他們吃 那這次也不例外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需要什麼材料 首先是在台灣菜市場買的 CP值最高的 蔥 洋蔥 番茄 紅蘿蔔 跟白蘿蔔 再來是從美國 澳洲 日本 世界各地 直接而來的安全產地牛肉條 再來是能讓整鍋味道有全新身份的調味料 花椒 豆瓣醬 辣椒醬 最後再來一包匿名的乳包 這樣子煮一煮來啦 一碗Surfshark牛肉麵就誕生啦 沒錯 這碗Surfshark牛肉麵 只要吃了就能夠隱藏IP以及加密資料 不但會隨時隨地保護我的網路安全 來自各地的牛肉 還可以模擬帶我到世界各地 陪我輕鬆觀看不同地區限制的影音串流內容 而且同時 Surfshark牛肉麵裡面的蔬菜是買當地最便宜的食材 因為現在很多網站會參考用物的地區位置來制定商品價格 有了Surfshark牛肉麵 你就不再是網路盤子 在線上購物的時候 幫你省下大筆的費用 Surfshark牛肉麵還有Alternative ID 功能 可以生成一組全新的網路身份跟電子信箱 不但能防止各自落入不當的人士手中 還能夠減少收到的銀銷廣告信件 讓我的個人信箱隨時保持乾淨又整潔 吃了這碗麵 你就可以獲得暢行網際網路的超能力 每個月只要不到一杯咖啡的價格 就能夠擁有這碗Surfshark牛肉麵 只用阿滴的優惠折扣碼朱瑞 還能夠享有聖誕節優惠 購買兩年方案再送五個月 吃了不喜歡的話 也有三十天的退費保證 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所有優惠連結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視頻 是我 你們的好朋友 西蘭 是我 把你們的好朋友帶來我的頻道的朋友 阿滴 非常好的Karen 我喜歡成功 今天阿滴把我帶過來 我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有給我看兩個白板 沒有 今天就來考英文了 Oh no 真的嗎 然後還有考一些媒體試讀 就你最不擅長的兩件事 這兩個我都不怕 不要下班好嗎 前陣子呢 大家應該 你只要有在看YouTube 你都不難發現 西蘭他做了一系列跟台灣媒體 台灣新聞相關的影片 那身為一個很常上新聞的台灣籍網紅 跟很常上新聞的中國網 比例時網紅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 在影片裡面 你有講到說 希望改寫跟自己相關的新聞標題 因為我們都很常上新聞嘛 然後你在你的影片裡面 其實也討論了很多 那你最後的結論是 希望更多人可以 做這個相關的影片 去raise awareness 支持更多好的新聞 以及讓劣質的新聞下降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看自己 被新聞寫的原影片片段 然後看看新聞是怎麼寫我們的 你說改寫那個新聞標題 我是要把它改得更糟糕 把它改得好 我以為要改得更糟糕 我們要有正面的力量 身為當事人 你會希望自己被怎麼樣描述 被怎麼樣寫 做到現在 我都會有一種自我審查 或是自我那種雷達 就我發一個東西之後 我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會上新聞 然後好像會罵 然後那段時間你發了那個影片之後 我記得大概有一個月左右 有一些我覺得會被罵的東西 都沒有上新聞 然後我就想說 欸是不是大家最近比較低調 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又回來了 可能那些新聞部聽到這個 就想不行 我不能這麼說下去 但你剛剛說到一個點 很有意思就是 那種自我審查那種感覺 那種雷達 你知道嗎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在推特上想發什麼就發什麼 結果發現 我如果發的稍微有點 就是IG一點 就會上新聞 就是我是一個 蠻從力上新聞的人 然後也看過很多不同新聞媒體 就是去描繪我這樣子 但我以前一直就 沒有特別為這件事情發生 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只要講了什麼 就會上更多新聞 然後會被 paint in a more negative light 是 那直到你做了那支影片之後 那我就想說 欸今天有這個機會 然後邀你來 我們可以一起把它 往正面的方向下去發展 今天是我的企劃 選了六則 關於我們的新聞 我不知道有什麼 但它有include 原本的那個內容 就是我們是哪一個內容被報導了 跟新聞是怎麼寫的 然後我們要試著做的就是 如果是我們來寫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它改寫 我自己認為有兩個 第一個是 不要抹黑 不要造謠 你可以寫得聳動 但是聳動跟造謠 那條線我覺得是 It's not a fine line 是非常明確的 就你到說謊的地步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不符合到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 不應該要煽動仇恨 就是讓很多人去吵架去罵 但當然這個我覺得是新聞媒體 很常用的一個手法 因為當有人在罵你 跟有人在defend你的時候 他才會引起討論 然後才會有更多處理 要case by case的看 其實 因為如果標題黨的話 我們youtuber也會標題黨 但是如果今天是關於一個人的事情 這個時候你在標題黨 就是故意抹黑他在標題裡面的話 這個就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今天就是要 運用我們身為youtuber下標題的能力 但是呢又要符合新聞道德規範的 去把這些新聞改寫 就是今天的任務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OK 如果讓我在大陸、香港、日本、台灣裡挑的話 我也會給台灣美食墊底 真的除了滷肉飯和牛肉麵 其他的我都不怎麼喜歡吃 或者不覺得特殊 馬來西亞或者韓國沒有去過不好評價 我們要先回想新聞是怎麼下標的 西蘭批台灣美食排名墊底 烘只有這兩樣能吃 對對對 只有這兩樣 對對對 沒錯 你看我還記得 平台灣美食排名墊底 還被挖出呢 還是被挖出 對對對 是被起底 是怎麼挖出的 我就放在我推的上面 我也沒有藏在什麼地方 這個的上下文 其實在你的影片裡面 你有比較詳細的闡述 你其實是在react一個 已經報導的新聞 我是看到黃明志 是在他的一個YouTube影片裡面 他在做那個排名嘛 美食地級 交通地級 然後他把這個台灣美食 他說在其他人的遊客眼裡 可能會把台灣美食放最底下 我的感覺是這個 不應該成為新聞 對對對 所以我為了對這一種論調說 你發表了自己的論調 我也發表自己 結果他們把這個我說的話 也把上下文全篩了 然後寫了個標記出來 沒錯 如果是我們要來改寫的話 你如果身為一個有良心的媒體的話 你會這樣寫 我會這樣寫 就是不寫就結束了 就不覺得需要報導 完全不需要 這個他就是一個個人的意見嘛 我覺得特別是食物這件事情 它是很主觀的 你覺得好吃 Good for you 那你覺得不好吃 那你就不要吃就好了 其實就是要想這個新聞媒體 他的角色是什麼 很多人會說這一個新聞媒體 現在就像自媒體一樣 他們就像可以像YouTuber一樣 就是什麼什麼東西都說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報導 但是很多這些新聞媒體 他們是用著傳統媒體的這些名號 然後大家對這些傳統媒體的想像 就是他們會是公正的報導 那一些客觀的報導 中立的報導這些事情 我寫這個推文的初衷 就是為了來抨擊這一些 把無缺無故把這些東西 做成新聞這種現象 結果他們把這個最重要的這個 context 給刪掉了 就是為了寫一個更聳動 更負面的 更製造對立的一個新聞出來 如果今天是任何一個其他的 做自媒體的這種新聞 報導的這種YouTuber 我總是喜歡去志祺七這個例子 今日網紅喜蘭在自己的YouTube上面說 台灣美食排兵墊底 結果我說不對啊 你看這個上下文 我是在通緝這個新聞這個現象 那志祺七肯定會被踢爆 但是這些傳統媒體的這些網絡新聞網 就不會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在做這個之後 我記得三立有發一個道歉聲明 他們沒有道歉 就很多人說這是道歉聲明 但不是道歉聲明 他們這個聲明就是說 我們要開啟這個自律委員會 我們自己看一看這個專家來請看 我們有沒有什麼做錯 然後我們會虛心接受這些批評 但是沒有說 對不起西蘭 我們今天第一則的改寫呢 是空白的 沒有答案 如果我真的要寫的話 我會說西蘭抨擊台灣媒體報道現象 我覺得這個是要放進去了 這個標籤裡面要放進去了 因為這個是我推文的main message 該我了 我的多益應該考了十幾次滿分吧 然後多益的縮寫我也有考過一次滿分 託福的話呢 我考過的最高分數是118 然後我的雅思考8.5 好以上這個截圖呢 大家以後在網上有看到有人 在追阿滴英文不好好不好 可以送這個截圖給他 好 that's it 我記得我有看到一則是 他有點扭曲我的意思 阿滴賽超狂的英文成績單 嗆酸名在嘴阿 但你沒有說在嘴阿 對對對我沒有說在嘴 對對對 我有印象有一則是這樣寫 我們來看一下 就這則秀超狂成績單在嘴阿 這個寫法就有一點扭曲我本來的意思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標題我會想什麼嗎 就阿滴在那邊說 最近好多人說我黑語不太好 就你去我承認你們在嘴阿 就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對對就很生氣或是很在意 其實我預設阿 我只要有被新聞報導 我覺得我就是會被罵 這是我的預設 所以我就算不去看 我也知道這個新聞肯定會被罵 然後我自己好像有看到這則新聞 是在臉書上面底下 就是會有一些人說什麼 英文不好的人才會沒有自信 然後才會在這邊想要嗆人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他把它寫成這樣 對我覺得談論這些新聞的時候 必須要講這些新聞下面的 這些觀眾的反應 因為有些時候觀眾看到這個標題 他們會覺得 對啊你這樣寫 這樣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吧 但其實就是這種新聞 他很能上這個首頁 然後他們宣發的時候 會狠狠地宣發這些東西 整個版面就是關於你說在嘴阿在嘴阿在嘴阿 大多數觀眾不會看你完整視頻 他們會看的就是這個標題 就是那個標題 我覺得這也是跟記者 有沒有花時間在這則新聞有關 就今天如果他真的是花新聞時間 把那整個影片看完的話 他會知道說我前面有一個轉折 就是我的內容 然後我考到有一個挫折跟有一個分數是低點 最後覺得說我可以把它統整出來 然後跟大家講說這是我的成績 這個的話比較是他只看那一個截圖 然後很快的就把這個新聞傳出來 我在寫這個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他們在下標題的一些難處 我身為一個YouTuber 我也會覺得我的影片標題要夠聳動 就是要夠吸引人 我這樣子改了之後的確變得比較不吸引人 阿滴秀三大國際英簡 超狂成績 分享考試心得 我覺得還是會有人點 還是會有人點 還是會有人點 如果說真的是要報導那支影片的話 這個才是那支影片的主軸 我在分享我考試的心得 跟的確我在很多個考試裡面 都有不錯的成績 所以我有這個資格跟大家出來分享 我怎麼樣考高分 所以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 我比較想要看到的新聞 下一個 這個就是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當初我沒有意識到 台灣有這種新聞 這是蠻久以前的 2022年 一定是一年多前的事情 我還沒到台灣 還沒到台灣 你還只是在網路上面找 對我找好幾個月房子 這個是原始的我 對 暢所欲言的西蘭 然後我覺得沒有說錯 我還是這麼想 我也覺得沒有說錯 我還是這麼想 的確蠻多台北在租房網上面 會看到鬼屋 他有看一個next 所以他應該是 他好像有另外一個住材要一起看 Alright guys what's up 我在來路上 就在試浮看台灣的景象是什麼樣子 但是這個膚色前面擋著很多 然後旁邊看不到很多 但是看著這個景色我就覺得 哇太漂亮了 我來到台灣我就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我也說不清楚是為什麼 也許是因為大家也都說中文 然後我終於可以用中文和陌生人講話 然後其實我剛剛在看那個 外面的景象 看那些高架什麼的 我就感覺和我上海以前的家 外面的景象也挺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這兩個 他是要放在一起 新聞標題是寫 陳同批裝潢醜 中國網紅來台極改口 喜歡台灣 我覺得中國網紅這件事情 真的是像你的影片講 他貼了一個標題之後 大家就是會進來罵人 他這個想讓你引起的反應就是 很多Youtuber來台灣故意說好話 變成突然很愛台灣 對對對 然後為了賺錢 為了賺錢 標題就給你寫出 你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 這個表裡不一的人 他是個中國網紅 他以前很歧視這個台灣 他現在想來台灣賺這個錢 大家的討論可以想像 全部都是負面的 我們的所有影片 比如說幾十分鐘裡面我們說的話 對媒體來說 像是一個自由的創造空間 你知道嗎 像是個大素材庫 然後他們不用管我們影片裡面十幾分鐘 每一個影片的主旨是什麼 他們只需要在這個幾十分鐘的素材庫裡面挑 像進到一個3D房間裡面 然後挑這句話 加起來之後 我可以造一個東西出來 但其實這兩個想法 其實並不衝突 你可以覺得說 租房往上面的裝網醜 但你也可以覺得說 台灣有些地方街景蠻漂亮的 或是你蠻喜歡 這兩個不衝突 這是常識 但是你把它這樣子 湊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看起來很糟糕 如果今天是志祺七七 它是個自媒體頻道 它如果把我的影片當成一個很大的素材庫 然後創造出一個drama出來 大家難道就不會問責志祺七七嗎 我覺得答案是大家會問責她 大家會說這本來就不是她的主旨 是吧 因為明年人都可以看出來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些傳統新聞媒體 他們還有這個傳統新聞媒體的名聲 他們不用遵守任何這些道德品質 結果觀眾還會說 你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是記者的話 你會希望標題怎麼寫 這根本就不會是一個事情 首先你要定義什麼東西能被寫成行為 是吧 就比如說這種行為 它沒有newsworthiness 它不應該被寫成行為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個讓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台灣有多少老人 台灣有這些養老人 老名化的這些危機 你去找一個有趣的切角去寫 你去找一個有趣 或者是引人入身的這種角度 來把這個東西給拍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說批評公視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公視在做有意義的報導 但是公視做的報導都很無聊 最近一年公視在做很多其他的那些主意 比如說Psharp在做更多的那些新聞出來 我們的島這個系列也做得越來越有趣 這一些是有意義的事情 有意義的話題 你用一個有趣的方式 來把它拍出來 這個是OK的 但如果今天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newsworthiness的東西 然後它本來就不應該成為新聞 所以不用去思考有趣的切角 對對對對對 然後再來你的第三個 更糟糕的事情 一會兒也不能說糟糕 或者是不愧喜歡而不愧討厭的是那個 鐵皮加蓋 好 這一些無彩斑斓的都是鐵皮加蓋 like how like what excuse my language but like it's so fucking ugly Holy fucking shit like you can see 一個台灣街景的照片 從上往下看的 你們看的都是這些無彩斑斓的鐵皮屋 yeah that's a shame 因為我覺得台北可以是一個街景很好看的一個地方 你看這個也是 當時我還不知道台灣媒體的罪惡 嗯嗯 所以我可以這麼直接的講話 是你一個表達方式嘛 對對對 如果你是看那個影片的話 你會知道這個 它的風格是這樣 它的開玩笑的方式是這樣 你現在不會這樣子 我也不覺得我說假話 我同意 我同意 的確我也不喜歡台北市容很多鐵皮屋 特別是你在高樓往下看的時候 都是鐵皮屋 對我覺得這是所有人的觀點 那你現在還會這樣子拍影片嗎 我其實最近就有這個顧慮 然後我就感覺做視頻有點困難 這些事情就是講出來是正常的 就只是正常表達觀點而已 但是你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腦袋背後還要想著 我講這些話會不會被斷章取義 我要小心的選擇我 用什麼方式講 這個的確會多一層concern and it's pretty toxic 但我覺得和閱聽人責任是逃不掉的 因為台灣媒體已經瘋狂了這麼久 大家看到這些斷章取義的新聞 還在那邊說 沒有啊 他就是這樣一個糟糕的人 然後我們還是要 因為這些事情self censored 就是 like come on 你才可以發現 也許媒體寫這些標題 不是百分一百是真的 也許這個drama是不存在 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當然他正視這件事情 也是對台灣媒體的環境是好事 畢竟這是生長的環境 然後我們每一天都要面對的環境 想辦法可以約束這些媒體的報導方式 或者是我們身為閱聽人 要去驅逐一些比較不好的報導 尤其都是我們可以單起的責任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新聞怎麼寫 這個新聞你還記得是怎麼寫的嗎 我不太記得 西蘭怒咬台灣鐵皮加害有夠丟臉 這輩子沒去過這麼潮濕 我覺得這個選得很好耶 所以接下來阿滴英文的節目 這是translation error 我是說什麼 我是說what a shame It's such a shame It's such a shame 不是有夠丟臉 不是有夠丟臉 是很可惜的意思 很遺憾 很遺憾 它可以是很漂亮的 但是因為鐵皮加害所以很可惜 這完全是造謠了程度 但是他也有一個excuse說 他可能可以說我英文不好 那你不要做記者了 那你不要這麼寫 像這個就完全已經進入到 這個新聞誤導人造謠了 那你覺得這個可以怎麼改寫 西蘭說台灣鐵皮加害很遺憾 我覺得還行 這三個看下來這一則還算是最newsworthy 我覺得有newsworthy的角度 他們有沒有通過這個角度來寫 完全沒有 我覺得如果你要寫這個新聞的話 你寫完這些東西 你在下面再加一些關於鐵皮屋的數據 可以問其他專家 這個專家為什麼說這個鐵皮問題 在這個最近幾年不能改善 我覺得這的確是可以是一個新聞 最後一個這應該是我的 好OK好我知道了 這個是我就是今年 有講跟自己過去拍憂鬱症影片 去揭露自己有生病這件事情 這個的確就變成是 有網路上有人在攻擊我 然後我覺得我要 clarify一些事情 寫這個聽文的時候 我是know for a fact 這個一定會被報到 只是我不知道大家會怎麼寫 但是我有個問題就是 你說因為憂鬱症這個事情 有一些人罵你 比如說你說有些人說只是個人設 這個和以前有一些新聞報這個事情有關係嗎 我覺得可能會有耶 因為我感覺如果你今天在自己的頻道上面 做一個我得憂鬱症 我不覺得下面的評論你的觀眾會說 你這個只是為了造人設 誰他媽會說這種話 但是如果你這個事情 被不公正的寫成了一些新聞 報導的時候 讓一群人有這樣子的印象 所以他們在網路上罵的時候 更有這些依據說 你就是因為這樣 要看那些新聞標題什麼是怎麼寫的 我沒有這樣想過耶 我主要那支影片是 我憂鬱症算生病了一年之後 我再生病期間都沒有講 但我生病結束之後 我覺得我康復的 算是這個紀錄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讓更多可能生病的人 有可以得到幫助 所以我才決定拍影片 能夠回想到 我在做那支影片前 我也掙扎很久 因為我其實可以不做這支影片 因為我都已經好了 大家也沒有發現 就不會被罵 任何一個人站出來 去分享自己 關於憂鬱症的這些鬥爭 不應該是一個被罵的事情 如果這種事情都能被刺 like what the f**k is wrong with you 我本來做這支影片 我就有預料到說 我會被貼上這些標籤 但是我認為 他能夠帶給社會 我覺得講這樣子太偉大 但他能夠帶給我覺得 需要幫助的人的好處更多 本來就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 可以說出來的事情 an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it 所以我就做那支影片 但後來被攻擊之後 我貼了這個貼文 但是我印象中 新聞報導的都還算正面 就是我的印象 因為我最後的結論是在於說 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有幫助的人 所以我記得 有些新聞是有下載這個結論 看一下公開 對對對像這第一個這個 公開憂鬱症招批賣人設 然後我說想成為幫得上忙的人 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新聞標題 我能夠接受 有新聞價值 他點進來之後 他自己生病 或是生病有生病的人的話 這個貼文 或是我原本那個影片 對他會有幫助 你看後面這兩個 他都是說 接真正原因嘛 接傷疤背後原因 但是這些如果說 你只看標題的話 你會留下來的印象是 如果你沒有點進來看 你就會不知道其他的資訊 然後你會留下來的印象 我覺得也會是偏負面的 所以他這個有點像是 先用一個負面的 然後再講說 真正原因是什麼 討厭我的人 他不會想要知道我的真正原因 我憂鬱症影片所有的收益 然後還有我出書的所有的版稅 全部都就是捐給 憂鬱症相關的單位 其實我以前沒有講 是這篇文 我才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在寫這個貼文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如果是新聞標題 會怎麼寫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希望他們可以 就寫我的結論就好 其實看到的時候 我蠻開心的 就是他把這個東西 放在標題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還有一些表揚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寫得不錯 我的確有招批評 這個也是我在天文裡面有寫的 這是為什麼我寫這個文章 它的setup 是對的 它直接給了conclusion 這concluded也是對的 很有趣的事情是 這三個新聞 第一個可能是你最不會點進去的 因為它已經講了結論了 所以你不會想要點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跟閱聽者相關 就是如果說 大家都是去點這些 一些很sensitivize 跟很聳動的標題的話 這些新聞只要一直有流量 他們就不會改變他們做事的方式 這也是二十年以來的 這個媒體風氣 媒體風氣不是一天兩天的改變 就是大家繼續說 繼續說繼續說 然後慢慢慢慢 也許他們都會改變 那時候是看到喜蘭這支影片 然後他最後講說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正視這件事情 或者是發揮影響力去討論這件事情 今天喜蘭竟然有機會來 就是一起再討論一次 然後透過頻道 可能讓我的觀眾也知道 然後讓更多的閱聽者 都可以有更良好的閱聽習慣 我覺得就是需要強調的是 這個對所有的觀眾也有好處 對大家想要看到的內容也有好處 所以如果有更多人去說這些事情的話 我們把這個言論的廣場給弄得更乾淨 把這個給打開 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 更多和名聲有關的這些內容 我覺得不錯 滿正向的結尾 大家看到現在 看了這麼多新聞的標題 也有一些insight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 樂聽人一起為台灣的這個媒體的環境做努力 好那今天感謝 西蘭今天跟我一些 感謝阿滴英文 今天沒有考到英文 對 有失望嗎 失望 我以為你要叫我怎麼pindefnily 我不知道怎麼pindefnily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過西蘭做的兩支影片 跟台灣媒體相關的話 其實還有一支影片是關於狗仔的 對對對最前面的嘛 那時候是你最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對那時候我以為台灣就只有遭到到這個地步 但其實 還有網路上面的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過有興趣的話 都是蠻長的影片 但我覺得都蠻值得看的 大家可以再去期待的影片看 那這支影片到這邊就結束囉 每個禮拜一的晚上六點會有新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